全面新运动会4 11日晚间播出最新一集 蓝黄队抗赛 由于赛事越来越接近尾声 各队都在积极争取夺冠的机会 每场比赛都变得很关键 没想到这一次的比赛 黄队拿下三连胜 奖杯数也追上红队 同样都是19座奖杯 不过蓝队却面临七连败 成为三支队五里最落后的 也让蓝队队员七分凝重 蓝队领队钱维俊先是鼓励队员 今天这场打得很好 如果已经尽到最大努力 那他觉得真的没有遗憾 而且非常精彩 但钱维俊也坦言 在今天巧顾球这个项目输了以后 让他突然觉得要死掉了 也看到大家眼眶含着泪水 感动直呼是看到蓝队的对婚 虽然输了 但他知道大家都尽力了 希望下次可以赢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